第906集 晋纪三十七 晋安帝一夕五年 已有公元409年 春季正月初一 南烟国主慕容超临朝大会群臣 感叹地势的御用音乐不完备 建议掳掠一些晋人 作为补充的歌舞伎人 领军将军韩说 先帝因为固有的国都失守 所以才退守到三旗 陛下不计划让天下的市民 得到休养生息 用于等待魏国内部出现分歧矛盾 然后利用机会恢复过去的国家大业 相反却要再去侵略掠夺南面的邻国 扩大我们仇敌的范围 这怎么可以啊 慕容超说 我的计划已定不和你多说 初二 东晋实行大赦 二十一日 东晋任命刘毅为魏将军 开赴一同三思 刘毅爱好人才 喜欢读书人 所以当时的知名人士 几乎没有不聚集到他身边去的 唯独只有扬州主部 吴俊仁张绍不去 有人问他为什么 张绍说 我的主公刘毅 是应运而生的 人中豪杰 哪里还用多问呢 后亲王姚兴派遣他的弟弟 平北将军姚冲 征禄将军狄伯之等 率领四万七兵 进攻下王刘伯伯 姚冲大军抵达临北地区 打算回击长安篡权 因狄伯之不同意才中置 姚冲因此用毒酒 毒死了狄伯之灭口 后亲王姚兴派遣使节 去册封乔纵为大都督 相国蜀王 加授九夕 并可奉至书 直接任命官员 封赏爵位 所用礼仪 全部与君王一样 二月 南烟将领慕容兴宗 吴公提 公孙归等人 率领骑兵 进犯并攻克东晋的素玉 大肆抢掠一番之后便回去了 挑选俘虏的男女青年两千五百人 交付给管理王室音乐的机构 教习训练 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哥哥 这一时 公孙五楼担任市中 尚书 领左卫将军 在朝中专权 宗乱国家的一切政务 他的宗族亲属 也都在朝廷 官居险要位置 王公大臣朝廷内外 对他没有不忌惮害怕的 南燕国主慕容超 平定素玉之战的功劳 分虎谷梯等人为 郡公县公 桂林王慕容震 劝阻说 这几个人劳势动众 为国家接下仇怨 有什么功劳可奉 慕容超大怒 不予回答 尚书都令王衍 谄媚八截公孙五楼 几年来屡次升迁 官职到了左城 所以当时百姓 根据这些编了句歌谣 要想封侯 八截五楼 慕容超又派公孙归等 侵犯济南 俘获了一千多人后回去 因此从彭城往南 东晋居民全都修筑城堡 聚居一处进行刺猬 朝廷下诏 命并州刺士 刘道连 镇守怀音 用来戒备难言骚扰 后勤和州刺士 祈福池盘 到上 拜见后勤太原公姚毅 判将彭西念 趁他后方空虚出兵讨伐 祈福池盘听说之后大怒 来不及与姚毅告别 急忙回去迎击彭西念 把他打得大败 于是包围了汉 祈福乾规跟从后勤王姚兴 来到平梁 祈福池盘攻克汉 派人向祈福乾规报告 祈福乾规便逃回怨传 冯义人刘绝 聚集遍民几千人 占据万年作乱 后勤太子姚弘 派遣镇军将军彭白郎 率东宫禁卫兵讨伐他 斩杀了刘绝 赦免了他的党羽 各位将领请求公开宣布 这次胜利 上书的时候 多写些杀伤敌人的数量 姚弘没有允许 说 皇上把后方的事全部托付给我 我不能预先消灭强贼叛逆 本当自责请罪 怎么还能狂妄地 以欺骗的手段 自己夸世功劳呢 后亲王姚兴从平梁抵达朝纳 听说了姚冲 曾想回击长安的阴谋 命令姚冲自杀 三月 东京刘豫上表请求讨伐南烟 朝廷中商议 大臣们都以为不可轻举妄动 只有左蒲叶梦场 车骑司马谢玉 参军张锡认为一定能取胜 劝说刘豫出政 刘豫任命梦场为奸中军刘辅氏 谢玉是谢安哥哥的孙子 当初 前秦服侍政权衰败的时候 王猛的孙子王振厄 投奔到东晋 朝廷任命他为林李令 王振厄对骑术不是很擅长 拉弓射箭的能力也很弱 但是却有深谋远虑 善于对事情做出果断的判断 很喜欢谈论国家军队的大事 有人把王振厄推荐给刘豫 刘豫和他交谈一番 很是喜欢他 所以刘素在家中 第二天早晨 对参军作疗们说 我听说名将之门当初大将 王振厄的确是这样 便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恒山出现山崩 下季四月 后勤振远将军 祈福乾坤从苑川来到汉 留下敌长子祈福池盘 镇守内力 收集自己的部中共两万人 把都城迁到杜坚山 雷电击中北魏国天安殿的东墙 北魏国主拓跋非常忌讳这件事 命令左校用攻城时的一种冲车撞击左右墙 把墙全部撞到 当初拓跋服用寒石散 时间一长药性发作 他的性情便变得急躁烦闷 喜怒无常 到了这时 病情更加严重 加上最近又灾祸怪事屡次出现 占卜算卦的人 大多都说 要在自己身旁发生急剧性的变化 使拓跋更加忧虑愤恨 心中不安 他或者几天不吃饭 或者整夜不睡觉 追忆感怀自己一生来的成功和失败 所得和所失 而不停地自言自语 他怀疑大臣们和左右的侍从护卫 都是不可相信的 每当文武百官上前启奏博士 他都往往想起启奏者过去的错误和罪过 并将其杀掉 其余的人 如果面色稍变 或者呼吸不匀 或者步履不稳 或话语出现差错的 他都会以为是心中有鬼 居心不良 所以才表现在外表上 往往亲手把他们赐死 死的人都被摆放在天安殿前 朝中人人人觉得朝不保夕 文武百官苟且偷安 根本不考虑互相之间监督勤政的事 所以国内强盗贼口公然作案犯法 都城的大街小巷中间行人稀少 拓拔也知道这种情况 说 我这不过是故意放动他们罢了 等过了这个灾年 我再重新清理整治这些吧 这时大臣们都害怕惹祸怪罪 多数人不敢去跟拓拔接近 只有著作狼崔浩 恭谨勤奋 坚持不懈 有的时候整天不回家 崔浩是吏部尚书崔红的儿子 崔红不曾冒犯过国主 也不阿谀奉承 所以只有崔宠父子二人 没有受到谴测 夏王刘伯伯率领骑兵两万人进攻后勤 抢掠了后勤地区杂居的湖族七千毒户 开进到伊利川屯区 十一日 刘豫从建康出发 率水军从淮水进入四水 五月 东晋部队到达夏批 把船舰笨重的军用物资留下 步行开进狼牙 所路过的地方都修筑起城池 留下军队把守 有人对刘豫说 燕国人如果把大县山的险要堵塞 或者坚固城墙 使散居百姓聚居进去 只把空荡荡的田野留给我们 那么我们的大部队深入到敌国重地 便不单不能建立什么工业 而且还可能无法安全返回 怎么办呢 刘豫说 我已经把这些考虑成熟了 先卑人生性贪婪 没有长远的打算 前进的时候 只盼望多多地抢夺掳掠 后退的时候又吝啬田中和苗 他们以为我们孤军深入 一定不能长久坚持 因此不外乎进军驻守临旗 或者退兵束手广固 一定不会具险要之地抵抗 倾诉四野防备我们 我敢向你们保证 南烟国主慕容超 听说有东晋军队来讨伐 便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商议对策 郑鲁将军公孙武楼说 无地的兵重轻装果决 方便的是速战速决 不能与他们迎面作战 应该聚守大县 让他们无法进入 拖延时间把他们的锐气卸掉 然后再从容地挑选 精壮骑兵两千人 沿着海滨南下 断绝他们运粮草的通道 另外在命令断徽 率衍州的军队 沿着山地向东进军 在后备处进攻他们 这是最好的办法 分别命令各地的首宰官员 依靠险要自己固守 考虑估计自己所用的 粮食物资等以外 剩下的全部烧毁 再把田野中的庄稼 全部割光 让来犯的敌人 没有东西可补充给养 他们远征的军队既没粮草 求战又找不到对手 一个月之间 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 控制他们了 这是一般的办法 把贼兵放入县山 然后我们再出城迎战他们 这是最不好的办法 武容超说 今年上天的吉星 正好在我们三旗的头上 按照天道推测 我们用不着作战 就会胜利 现在客军和主人的势力 相差太悬殊 按照人间势力来说 他们远道而来 疲惫不堪 一定不能耽搁太久 我聚首五个州的地狱 拥有富庶的百姓 强大的骑兵万群 茁壮的庄稼遍布四野 怎么能割倒庄稼千亿百姓 首先自己向人示弱呢 我看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县山 再派精壮骑兵前去践踏他们 何必担心打不败他们 俘国将军广宁王慕容赫赖卢 苦苦劝阻 慕容朝致事不听 退朝后 慕容赫赖卢对公孙五楼说 如果一定这样的话 亡国也就没几天了 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 陛下如果一定认为 骑兵在平地作战方便的话 就应该冲出县山去迎接敌人 即使在战斗中 不能取胜 也还可以退手 不应该放纵敌兵进入县山 自己放弃险要的地势 慕容超拒不听从 慕容赖退出后 对韩说 主上既不想主动迎战 把敌人击退 又不同意迁移居民倾诉援野 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地 坐在那里等待敌人的进攻围困 这一点太像汉末的刘彰了 今年之内我们国家就要灭亡 我只有一死 但是你作为中原人士 却要像江南人那样 被重新纹身了 慕容超听说这话后 暴跳如雷 把慕容镇抓起来 送进了监狱 于是他下令撤回 举城良妇两地的守兵 加固修筑都城的防御工程 临选将士和战马 等待中进兵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